嗨 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杯架的使用 外面有附一个装备袋 麻烦各位把杯架先从这个装备袋里面打开 拉开拉链 好 然后取出之后这个杯架是属于收折的状态 我们现在把它摊开 摊开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这边脚架可以把它往外拔 可以站立 然后把它摊开的方式就是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板子 把它往外固定卡住 再来一次喔 往外固定 卡住 这样就卡好了 好 然后这个是宝宝座的位置 然后后面有这个是遮阳棚 遮阳棚可以拉出来 然后这边有扣子 扣住这里 这里 这个就是小朋友可以遮阳 收起来很简单 扣子打开就好了 收进去拉起来 然后这边是小朋友做的地方 然后可以调整 这边可以调整 这边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 这个位置的高低 好 那可以根据小朋友的身形做高低的调整 好 然后小朋友就是放进去 好 就是 小朋友面对前面 然后小朋友放进去之后 把他的这个左右肩带 扣起来 扣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因为每个小朋友的身形不太一样 那除了就是这个后面 后面可以调整以外 小朋友的肩带 也都可以调整 好 可以根据小朋友的身形 来调整背带长短 好 那除了调整小朋友的地方以外 还可以调整大人的背板 好 那也可以根据爸爸或妈妈 就是看是哪一个人要背 就是也可以调整他的背板 这边都可以调 这边可以调整背板 然后背架置物的空间很小 只有在这里而已 非常小 置物空间 这样 然后这个辅助的脚架 在行进的时候 如果觉得很压力 可以把它收起来 就收起来 好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然后还有这边是 左右 有水壶带 可以放一些小物 可以调整 然后这个是宝宝坐下去之后 脚脚可以踩的脚踏垫 小便会比较舒适 好 那基本上就是 还有大人的腰扣 大人的腰扣 扣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一个固定的地方 已经断了 本来就断了 所以不用担心 然后可以自由使用 然后可以自由使用 目前现在是 腰扣 腰扣 自己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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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